众所周知,阿富汗这个国家,被称作是帝国焚炒,近现代国际上的两大巨头苏联和美国都曾在此折辑。 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带阿富汗吃过亏,唐朝的时候一只唐军曾经在这里全军覆没。 不过那段历史太过悠久,唐军作战的对象和美苏两国所面对的阿富汗武装是不一样的,所以对于现代军队作战的参考价值不大,但是对于现代国际关系,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 阿富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走廊国家,连接着东亚和西亚,南北方向也能够连接俄罗斯和南亚地区。 苏联之所以要出兵爱富汗,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打通通往南亚地区的走廊,从印度出发打击中东产游区,进而运回包抄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,以实现几方阵营与西方阵营对抗的胜利。 不过,苏联入侵阿富汗,使得这片土地上的矛盾开始急剧计划,许多中东地区国家都对苏联辞举时分愤怒,美国趁机挑拨他们参与到对苏联的作战中去,于是就有了十年阿富汗战兵中,驻阿苏军不断遭受着来自各方的邪击事件。 但是,在苏联离开阿富汗后,加利班掌握了阿富汗的权力,此后与美国矛盾不断,最终要成了震惊世界的九十一事件,以及持续至今的另一场阿富汗战争。 由于地形和文化的因素,阿富汗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彻底掌控这个地区的国家来说,都是一块拿很的硬骨头,稍不注意,就会被咬下来一大块肉。 苏联甚至因此从冷战中的攻势,被破传为了首势,最终在九十年代彻底解体。 美国虽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,一直都在占据上风,但是美宁巨额的投入,也让他们快吃不消了,最近美国和塔利班方面接触谈判就是实证。 当然,对于中国来说,现在的阿富汗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,所谓不破不立,在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后,如果阿富汗人想要重建家园,势必要借助外国的帮助,而作为借鉴大国的中国,在这方面无疑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。 当然,这和中国一贯的对外指导方针也是有关系的,中国更关心的是谋求经济利益,而不会在提供帮助的时候,提出一大堆附加条件,因此深圣世界上许多及时援助的国家的欢迎。 从长远来看,阿富汗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,但是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 由于中东局势复杂多变,许多参与进去的国家都是非此其商,比如说,利亚作为现在的主要战场,已经将包括美俄、以色列、土耳其、沙特、越南、埃及等一大批国家给卷进去了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可以想象未来这一地区,还会有更多教派与世俗派的斗争。 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态度一定程度上,帮助中国避免了卷入中东和中亚地区复杂事务中去,但是随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,这些事情迟早会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道难题。 可以说,和中亚、中东地区的国家建立起更加良好的,关系,用合作所带来的更大的利益,来约束思想上的冲突,会是中国未来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